今天听你讲经谈到佛教艺术音乐等 艺术和舞蹈是鱼和水的关系 中国中央台已播放少林武僧 这个小型的舞剧 把舞蹈武术武僧的武功融为一体 搬上舞台为大众见面 秦法师指教今后也就是二十一世纪 佛教艺术中的佛教舞蹈 是否有发展如何发展 英武从事舞蹈事业四十余年 又是三宝弟子很关心佛教舞蹈的未来 你这个想法很好 我们佛教里面 现在跟这个天主教基督教相比 我们的人才缺乏 可以说是非常缺乏 我们对于音乐 这个歌舞 佛法里面是非常重视 可是这一个时代 也可以讲 大概最近两三百年 佛教都没有艺术人才出现 好像在这个明末清苏的时候 由于五位法师写了一个剧本 归原近 这个剧本我们翻译了很多 它是平剧 内容是 慧原大师的故事 还有永明岩寿法师 跟这个连池大师 他们三个人的故事 剧本写得很好 我看过 所以把这个佛法搬上舞台 古人都想到了 现在科技发达 我们深深希望 能将这个佛法 编成电视连续乐 这个效果很棒 可以每天送到人家家庭里面去欣赏 戒因出击 最为一方便 所以从事于这个工作的 希望能够有一个正确的目标 到正确的方向 努力来做这个工作 这个理念一定要对全世界碰到 当然除了你本身艺术修养之外 佛法的修养也要相当到家 如果不能在佛法上下功夫 这个艺术的形态是有 内容没有 那还是达不到教化众色的目的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